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位置非常好 在整个武夷山风景区的中间的地带 就是大黄蜂的后面 而且它的这个面积也是比较大 所以它产量也比较多 马头岩现在也正常以肉桂为主 正是因为它这个山场比较大 所以马肉呢 其实品种等级也还是很多 我们其实之前已经推了一款马肉出来 那为什么我会又推出这款新的马肉呢 其实因为我在喝到这款新的 马头岩的老虫肉桂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喜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推荐给大家 这款马头岩肉桂跟之前那款呢 它有时候不同的是这个茶树啊 相对来说树林要老一些 我们叫它老虫肉桂 也是为了做一个区别 那肉桂这个品种啊 叫老虫的很少 因为肉桂本身呢 寿命大概也就是在四五十年的时间 就树林特别大的肉桂是很少的 那么老虫肉桂和其他的肉桂 它有什么区别 我们怎么样去区分这个老虫还是新虫 虫味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指标 一个就是木字香 还有一个是种叶香 还有一个就是清凉感 清凉感也叫青苔味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茶树下面的树干上面 是挂满了厚厚的青苔 寄生的植物呢 它会影响到茶叶的这个味道 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清凉感 一般来说从这三个指标去考察 这个是不是虫味 如果这些指标都比较明显 茶汤里面可以喝得到 那我就觉得这个茶树可能是比较老了 毕竟这个茶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我只能去喝 我就感受到它是有这个味道的 是有虫味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杯底香 也就是这个文香杯的这个杯底香 往往是这种树林越老的茶 这种杯底香它越浓郁 而且越持久 它的挂杯香就是比较浓郁 比较持久 那我们这一款马头烟的老虫肉柜 就具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指标 所以它的挂杯香就非常浓郁 这个杯盖香也是一样 也很浓郁很持久 这个就是这款老虫的马肉 跟之前那款马肉最大的区别 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呢 也是相对来说会偏向于传统一点 摇青比较到位 在备火上面也是备足了三道火 因为其实像这种马头烟的 正烟的又是老虫的肉柜 它原材料本身就是比较稀少 也是比较珍贵 所以茶笼在制作上面也是比较认真 不太愿意去说太过于创新 万一把这个茶给做砸了 一般来说会采用比较保守的 它自己比较擅长的这种工艺来制作 所以这款茶的工艺呢 也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中烛火的烟茶 那这个茶的马肉的特征就非常的明显 香气非常的浓郁突出 比较霸气的 然后滋味呢 也是比较的辛辣 比较的厚重 回甘也是非常强烈 因为三场非常好 另外一点就是这款茶 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 三场正工艺好 然后呢 这个价格又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这款茶 我觉得中和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这个就是我想推荐给大家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理由 这是一场白色的 这个是我们来自 ход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